华莲市临森路的巷内一处民宅 8号晚间是传出了助容意外 那么市长魏佳燕除了在第一时间到场关心伙事 了解需求 隔天的9号上午 他又专程是前往探视受灾的民众 来颁发慰问津 希望来协助他们尽快恢复日常生活 8号晚间华莲市临森路巷农内一处透天民灾 发生活警所幸污住及时从家里逃出 整起意外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9号下午市长魏佳燕 则协同车牢客长萧子卫 前往火灾现场关怀慰问 并发送慰问金 同时指示协助办理安全救助 及毁损大型家具亲运等事项 那目前也是白发放我们的慰问金 那之后会协助做一些安全救助的一些协助 那在这边也会替我们的 这个火厂的一个受灾顾 会请领一下他的家园 那在这边也要替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 那个比较老旧的一个电线 请大家记得如果有机会就一定要换 夏天期间火灾事故频传 魏佳燕也提醒市民朋友 应特别注意用电安全 也要定期清理插座插头 避免堆积灰尘形成短路现象 同时也呼吁市民在家中安装住宅用警报器 才能及早发现火灾 争取逃生时间 确保人生财产安全 记者徐立晴花电视报导